好继续镜头标带您到大陆北京跟上海来关心 迎接2013在北京的跨年活动很特别 选在颐和园举行 而且主办单位在结冰的昆明湖上 搭建了能够承载4000人的舞台 配合了一射还有电脑灯光 让这个古色古香的皇家园林 充满了年轻和朝气带您看看 记者现在人在北京的颐和园 在我背后的是著名的万寿山和佛香阁 数以千奇的北京市民 正在这里迎接2013年的到来 现场民众欢声雷动互相拥抱 祝贺2013年的到来 而佛香阁也在电脑灯光的点缀下 化身成一块跨越古今的画布 舞台下还有专门的舞蹈带动人员 让上千人在零下的气温中 跟着音乐不断摆动肢体 由于今年的活动在颐和园举行 为了维护古今 因此并没有对民众全部开放 而是采用团体登记制 在场的多半是大学的在学生 许多人都是第一次参与跨年 主办单位还准备了免费的毛帽 以上是中式记者核心松芳场义 来自北京银河园的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核心松芳场义